福到你家 大家午安 欢迎收听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由天远文化赞助播出的节目 福到你家 我是笑愚 先来送上这首歌曲是 感动 这一生 不曾这么感动 这一次 真的不同 天不老 情难却 尽在不言中 忠心感受 我好感动 心的福祖 愿自于这感动 因为有爱 岁月总扬动 一直想要的幸福 在这里走 这幸福 是感动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生不曾这么赶走 这一次真的不同 连不老子的天 正在不言中 忠心感受我好感动 心的不如原自于这感动 因为有爱岁月总扬动 一直想要的幸福在这里送 这幸福是感动 这首歌曲是由太阳圣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感动 希望也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太阳圣的导师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这是一本生命之药 可以解开你我千年迷惑 如果有心求朋友呢 也可以自行先上网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就可以看到这本书期 还有相关的资讯 那上周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导读到了 第十三章的内容 吸口保气保平安 在节目当中呢 分享到了这本书里面 导师写到有位求教者 经过绕了一大圈之后 我终于运用了导师所教导的呼吸方法 后来他的身体呢 就完全康复了 后面呢 导师写道 我遇过很多的求教者 最初都喜欢运用自己的小聪明 没有一五一十的照着我简单的正确方法去做 最后受困于复杂扰人的动作里 自身的问题还是无法获得解决 这种人在众多求教者中大约占了四分之一 他们大部分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而且那个观念就像一道城墙一样 哪怕他对你给他的建议频频微笑 点头称事 当他一旦离开现场后 还是会毅然决然的 先照着自己观念中的想法和判断去执行 最后灰头土脸的失败了 才又会回到我面前 殷勤地向我求教 我认为会产生这种落差 因与每个人的个性及人生观有关 当你越是苦口婆心的叮咛某人 他越是会一意孤行地照着自己的心意行事 最后拖延了解决事情的最佳机缘 当我碰到这种求教者 我会先尊重他的决定 因为我相信他必须从错误的经验中 领悟出真理 也会慢慢学习 究竟什么样的安排 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从这位求教者 身体情况的改善 下一个简单的结论 当你真正地看清楚了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如果找不到真正的原因 只是每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都浅浅尝试 最后一定无法将问题彻底地解决 当这位求教者出来我的工作室 我很笃定地给了他问题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对其问题的主因辽弱执掌 但一般人对视力的见解程度不相同 导致这位求教者 认为自己遇到了严重的疾病 不能完全地相信和接受我给他的解决方法 后来他找医生征求更多的建议 为了更加安心 但是最后摸门不着 我发现在众多的求教者中 他们遇到的健康问题 经常和呼吸不正常成正比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呼吸方式没有问题 并没有意识到每天的一呼一吸之间 其实很可能为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我常常看到有些人身体不舒服 如果问题的癥结是他没有正确的呼吸 可是他却没有朝呼吸这个方向改善 反而在其他错误的地方钻牛脚尖 最后不但花了大笔的药费 身体挨了刀苦 问题却依然存在 这就好比一台机器的马达 当马达缺少了润滑油而滋滋作响时 只需要把润滑油喷洒在马达上 问题通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 但就有人多此易举地把马达拆下来 再大作文章地装回去 万一马达墙拆下来又装不回去 就有可能把事情搞大了 而我现在强调的呼吸问题 就好像你先在马达上喷润滑油 做事前的防护和保养一样 当你遇到问题尽力解决的同时 想想自己是不是用最自然基本的方法 去创造问题的补救和解决之道 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我希望读者们现在可先静下心来 感受一下自己平常在生活中呼和吸气之间的长度 气量和频率是否充足而且合呼正常 还有每天是否有抽出时间来做呼吸的练习和保养 大致上来说身体上有很多病变是因为呼吸的力道不够 没有办法深入到细胞层面去替换里面的杂质 并且让身体有一个健全的循环系统 经过一两天的累积后 杂质在身体里滞留不去 慢慢的就会产生累积并且形成阻碍 并加重了器官组织的负担 如果继续一段时日后 当这些日积月累的杂质达到一定数量时 就会影响体内整个循环系统的运作 所以经常病变就是因为体内某些管道的阻塞 代谢无法正常通畅 导致那些对人体不利的物质 在细胞间猖狂放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那么以上呢 这是帮大家一起导读到的导书的著作 超级生命密码 如果等不及想要先看的朋友呢 可以自行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能够看到书籍了 好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会邀请到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同学们 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当中的收获以及心得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赖素如 素如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你好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素如 好 想先请素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是在什么样的因缘机会底下 开始认识超级生命密码呢 我是在2017年左右 我因为那时候自己的能量厂很低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那就刚好在YouTube上呢 看到我们太阳色的老师的音档 那听了音档之后觉得 这个老师的声音非常的特别 很有摄受力 我可以很安心的去听他说话 而且我觉得老师说的话 真的看可以引导我 开启我另外一扇窗 有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所以我就听音档 那后来就决定买书 那买书回来看之后 我就发现很特别 因为我本来就是能量厂很低 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那一直想换房子住 那我书还没有看完 那我换了两年的房子 找了两年却找不到 但是我书还没看完 我房子就自己来找我了 对 我觉得很特别 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能量厂非常的低 我身体状况不太好 我视觉状态也不太好 那时候就是自己有内战会下垂 然后长短脚 身体很胖 很容易胖 那我学了抄马之后 这个部分它慢慢全部都好 包括我的脸会歪一边 也因为我学了抄马之后 整个都归位 我觉得抄马它在帮我整形 整形或整肚 它让我就整个恢复 变证了很特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学抄马之后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次长了一颗猴部肿 长了一颗大概3.5公分的那个肿瘤 在猴部肿瘤 看起来像男生的猴截那么大 但是我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是直接告诉我说 要马上手术 但是我想 因为我就用抄马的方法 做了实验 很奇妙的就这样 实验一做 那个肿瘤它自然就消了 它就消掉了 那我就很特别 我说这套系统 怎么会这么的特别 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才看了三次的门诊 然后去开刀 后来就没有去 但就试验结果就 怎么这样神奇 它就自然而然就这样消了 所以我猴部 虚然没有痕迹 没有 然后就觉得 你整个气就变顺了 身体状况也变得变好了 那以前头很冰冷 摸起来整个头部很冰冷 血液循环非常的差 所以身体状况很不好 可是后来就学了超 我整个头部现在都是温热的 它可以靠近头 就可以摸到那个热热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 常常都会觉得有发热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这套系统真的非常的棒 真的 所以就几乎等于是说 自己就有个天然的发热液 不用在外面摆 就是身体就很温暖了 所以刚刚听到这个素如姐 分享了很多 感觉蛮神奇的部分 所以我想除了这个身体 生理上面的健康的状况 有了很大的改变 刚刚素如姐说 简直像是整形了一样 那在个性上 或是自己的思想啊 各方面 还有没有哪一些不同的改变 个性跟思想更差很多 因为像我以前 我一向是非常安静 我可以好几天不说话 然后我也不太会主动去找人 因为能量场已经低到非常低 在家上我从小就是 老师给我的评语都是沉默寡言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比较不太爱说话 那跟人家互动就是 人家来找我 我们就会有互动 人家不来找我 我很少主动去找人 但是学了超马之后 因为我们老师有教我们 就是说要有热情啊 对啊 要热情啊 要积极 要要主动啊 那我在想 老师说了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试着这样去做 那也去发书 跟着大家聊一聊 我就发现 因为我自己 现在就变得比较开朗 然后也比较愿意 主动去跟人家有互动 以前我甚至看到人家在笑 那时候能量产真的很低 看人家在笑 我都会觉得说 那到底有什么好笑 就说 对 我觉得自己怎么会 那时候自己是觉得 还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那时候觉得自己很理性 我可以看到那件事情 到底为什么这样发生错了 是这样 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根本就是很我直 可是后来才知道 自己的理性 那个根本就不对 因为理性要跟感性在一起 不能太过理性 不然会太冰冷 所以我就 能量长的时候 太低的情况下 我的整个人是非常的 身体冰冷之外 个性也变得越来越冷漠 就是跟人的互动很少 对 学了叉码之后就觉得 跟大家的互动都变多了 不过刚刚素如姐一直提到说 能量长很低这件事情 我想在过去的 这个生命历程当中 有曾经去探究过说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沉默寡言吗 或者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法 想要去寻找一些生命的答案吗 其实以前不会 我以前会很喜欢沉默 我觉得沉默没不好 我以前会觉得说 暗器没有不好 但是就是 可能就是说我的生活圈比较小 我的生活圈比较小 所以后来就是 跟人家有接触之后 那发现跟大家在一起反而会比较多彩多姿 所以妈妈才把自己的心打开 所以在这个 人际关系的互动就改变了 然后自己也跟着改变了 那我想一个人的改变呢 谁最会有感 就是身边的家人 家人应该是最有提触的 说妈妈怎么不同了 老婆怎么不同了 所以你的家人有开始 对于你的改变感到很惊叹 或是好奇 你做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你有改变吗 有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会跟我说 素人像以前差很多 以前他们看到我会有那种 很想介绍我去看医生 对了 看到我就会很热心 然后今天我身体状况又不好 然后看起来又闷闷的 所以他们就很想介绍我去看医生 想把我自好 可是我觉得后来还是超马自豪的 那所以家人呢 因为有看这个LINE上面的照片 有两个女儿嘛 对 是女儿吗 对 两个女儿 我以前还有一个儿子 只是当时去玩的时候 儿子没到 所以我们没有拍到他 对 我还有一个儿子 哥哥 所以小朋友们有发现说 妈妈不一样了吗 有 我女儿上一次就跟我讲 妈妈现在讲话比较婉转 比较温合 以前讲话都 以前讲话都 让他们会觉得不行 在我妈妈之前就会直接跟我讲 我才讲 一开口而已 好 我知道了 我还没想后面 我一开口而已 再跟我讲 好 我知道了 你不用说了 所以小孩很清楚地感觉到 妈妈不太一样了 好 所以刚刚说了 在这个自己的个性上 还有家人 所以还有哪一些是 素如姐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有 真的在唱马的印证真的是很多 三件三件也说不完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第一 我自己改变之外 再来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 有一次就是要 有一次要开刀 那因为我在做心法当中 有就是在 有收到一个讯息 那就知道他可能有一关要过 那后来他就真的 开刀是很顺利 可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失智了 失智了 那完全不太记得谁是谁 连店员开刀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我就用超马的方法 很奇妙 因为我没有求 我只觉得说 我做一个晚费的 能做的 我没有任何的所求 就让他顺其应援 很奇妙的 我爸就恢复了 那我问他说 这中间他发生什么事 他只跟我讲 他只知道说 三天三夜在黑暗中走路 他看到一盏 后来看到一盏灯 他就烧着灯光 就走出来了 那人就恢复了 我觉得很特别 很神奇 那我爸到现在很健康 他现在每天早晚都去散步 而且他白天还去老人活动中心 去跟长青们一起活动 真的 除了我受益之外 我的家人也受益 所以我觉得很棒 真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学生 因为我是在学校拨小待客 那会遇到很多学生 那我曾经就是带孩子做感恩 带他们做实验 老师都说我们这一套系统 就是一定要去做实验之后 你才知道那个结果 你才有感受 你才会更幸福 那我自己实验 我觉得真的很棒 我就带孩子做实验 我带过他们做几次的实验 有的孩子做完实验之后跟我讲 感恩的实验做完 跟我讲 水变好喝了 那做完实验跟我讲 隔壁的张晓明变帅了 还有那个本来 营养午餐吃不下去 那感恩完之后 那个营养午餐那一次 竟然可以都吃光光 那不敢吃的东西 变敢吃了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个孩子 他考前一直在抱怨老师 在哪里骂 我就说都给他 这样子的负面的思维 这样怎么显得下去 我就教他感恩 他就光做感恩那次的实验 我说你考试做 试看看 就直接去感恩 那一次的考试 他进步45分 哇 很多耶 我觉得我第一次在他 孩子身上实验到 曾经可以进步这么多 他们在帮我做试试 实验做印证 我觉得真的创码太棒了 只要孩子他愿意去感恩 又可以进步这么多 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 真的 而且他真的 我觉得创码真的很科学 所以像刚刚素如姐不断提到 就是做实验这件事情 其实在节目当中 导师也经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要做实验 实验结果出来 你才知道 对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当然我想透过很多学员的分享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虽然我们不是当事人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生命的改变 还有不管是个性 思想逻辑 甚至是身体上面的改变 那个带来的喜悦是非常大的 那我想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听到 希望可以改变呢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搜寻 超级生命迷码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素如姐 来到节目当中 带来这么多精彩的 诚挚的分享 再次感谢赖素如 素如姐带来精彩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来听 一首由太阳声的导师 做此作曲的歌曲 《树光》 再回到节目当中 带着星海 眺望天空爱爱 树光的鸟来 扎线光的情怀 盖门情 喜悦尽 曙光之爱 绽放着 精彩光 自然心怀 渺渺感动着 光明的到来 今生有无限光彩 光芒 引导着 像生命和财 只要心中那道曙光 永长在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 福到你家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很多人世间各式各样 不同的困扰 我们知道古人呢 有一句话说 赛翁失马 焉之非福 或者是呢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反面的 就是有人中了乐透 可是呢 没有想到 他的人生 居然后面过得很惨 所以原本的好事 他变成坏事 原本的坏事 变成好事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如果我们遇到 好事或坏事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持平的 去看待 在今天呢 我们就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赛翁失马 焉之非福 或是好事变成坏事 刚前面提到 乐透这个案例呢 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 其实经常的提到 那我们就来换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呢 像有一些人啊 就会发现 他原本在这个职场上 还被提升 变成主管 但是呢 才发现 哇 这个升上去的这个位置 很不好做 可能接了一个烫手山芋 原本很开心 可以升迁了 但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人生 后来就过得 非常的辛苦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 好事变成坏事呢 那我们在 看到这些好事的 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去持平的看待呢 就像笑语讲 说本来是OK 但是要提升的时候 遇到瓶颈 是不是 反而不是好事 对 就跟那个 我们坐飞机啊 本来要升空的时候 还没有到上面那个云层 还不会太陡的太厉害 然后为了要走更远的路嘛 所以要爬得更高 对不对 要穿过几个云层 然后再多少万次 这样飞行才有它的一个道理在 所以当你本来还OK的时候 但是你一直爬 一直爬上去的时候 当你要穿过云层的那一刹那间 你会觉得 哎呦 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穿着云层 你看就是 抖得这么厉害 是不是 那在抖的过程中 如果心中的想法不是很笃定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 那我还是下来一点吧 不要往上攀升了 但是你不往上攀升 你就只能在那个界面里面 你到不了远的地方 对不对 那在这个刚刚笑语提的 这样职场里面也是一样啊 你 是要永远当一个小职员呢 还是一个小小职位呢 还是就要接受挑战 在挑战中 能够 应变的过去 那又是好汉一朝 还是每次这样子的 对应呢 都花铁卢 这样子也非常沮丧 那这跟个人的决心有关系 跟整盘的这个 该如何看待 这个一个人生观有关系 和实质 自己是不是 这个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飞机啊 你是不是真的是能够飞这么高 还是飞到那么高就会出问题的 也有关系 对不对 对 所以这很多的方面呢 都必须要很客观的去 剖析 那总而言之呢 就是 人生在世嘛 你说哪个时间不需要 爬坡 不需要提升呢 对不对 对 没有提升好 而造了一次滑铁卢 是应该用悲苦人生去怨天尤人呢 还是 能够加强着某些方面 然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最后真的就是 尝到人间的这个 甜的果实 是不是会这样呢 所以这就产生了 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人生 那不同故事里面 又可以看到 很多蹊跷的地方 是该咬着牙过去呢 还是以退为进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哲理呢 这就是见仁见智 真的 所以这个问题啊 在过去我们其实多多少少 也曾经会谈过 那我们刚说的是 好事变成坏事 那我想遇到坏事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比较难去期待它变成好事 我们说遇到好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提防 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准备 可是遇到坏事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比较困难 所以当我们遇到坏事的时候 哇这个要怎么样度过这种 心情上面的暴风雨呢 心情上面暴风雨呢 对啊 外事 它也有大小嘛 那跟我们每个人 面对它可以承受的能耐 也是有关系 对不对 那A先生遇到的事情 觉得已经天要塌下来了 但是B先生看到觉得 哎呀巧菜一盘 是不是 那C先生看到同样的问题 他觉得 这根本就没什么 这是兵家常事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有多少的火候啊 跟后面是不是可以相对应 也是息息相关 那这个里面跟每个人 人生的经验呢 人生的座右铭呢 以及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来接受人生的挑战呢 很多的理由 写到最后一个 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后盾 来面对人生的挑战 这就很重要了 那有些人 可能不堪一击 那稍微一个闪失 那可能就必须 回家待个两三年 才觉得疗伤疗好了 才能够再面对社会的 也有这种人 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呢 我们如果 有一个正确人生观 这个把双手敞开啊 来面对这样子的 每天的考题 那后面呢 又有一套 非常宝贵的理论 怎么样的一个 真的可以让我们 不会错的一个系统 那我想这比较重要 那有的时候 就是要点信心了 明明就可以过得去的 他就觉得 哎呀我行不行 我行不行 本来没事的 反而不行了 对不对 但是看清楚了 就觉得 今天不冲过去 然后等到将来 年纪大才冲过去吗 那今天咬着牙一冲过去 哎没事 好这个一片看好前途 那这种也是一种结论 所以我想 在那个运作当中啊 如果可以达到天人合一 也就是呢 得到天地的祝福 那自己又有一套 非常正确的人生观 然后又是非常努力 愿意奋斗 那我想应该比较容易 在每一天的课题上面 抓到窍门 然后这个每一件都能够 不但平安地度过 而且度过的这个同时 产生了无限的光荣 我想这样子是比较 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 嗯 对 其实因为刚刚导师说到 这个人生的挑战嘛 真的人生当中 我前阵子就非常有感 就觉得人生有时候 好像就其实很容易 因为一句话 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原本平顺的生活 完全地被打乱 比方说 我觉得你的这个健康检查报告 有问题哦 你要再追踪哦 你可能离癌了 类似这样 一句话 一个报告 就可以完全翻覆我们的 原本可能很平稳的生活 所以遇到这种生活上的挑战 真的是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会发生 如果我们一直凭着蛮力 在这过程当中去过的话 其实真的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刚刚导师说到 这个天地的祝福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得到天地的祝福 好像可以帮我们提升到 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境界 能够去看 在我们底下的这些挑战呢 所以我经常勉励我们的学员 就是我们面对人生 面对社会 这么多的大小课题 要能够沉得住气 那有些学员就说 哎呀倒是我也想沉得住气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力不从心 对啊 觉得这个挑战实在是 让我们太多的耗在里面 怎么沉得住气呢 对啊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像刚刚讲的 ABC先生 不一样 三个人三个境界 对不对 在这个境界里面呢 每个人的这个 有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同样件事情 三个人来看 那这个大中小的反应 就出来了 那觉得没有什么的 他沉得住气的 他可以让自己 就这么样的安然度过的 你再回去看他呢 当然了 他的可能学历经历 各方面 这个社会大学啊 各方面都相当的 完美的这个资历了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人不当波光是这样子 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 可能是福教啊 道教啊 基督教的一个宗教信仰 好像是让他的生活 更加的顺遂 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或者是他 参加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正面性的组织啊 给他带来的 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切入点啊 每次看都是乐观啊 对不对 那这就是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啊 其实就是增加我们的筹码 因为谁都不知道 每天会什么样的课题来 对 那你没有那些筹码 你说对 我就是有这个耐力 不一定哦 就像一个人 他可以去摸这个电线 是110的电 但你220他就摸不下去了 对不对 对 那事情有大小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没什么冲击OK 但是不能说 好像什么事情对你来讲都OK 只是他的层级到哪里 那今天我们一点一滴的增长 我们的筹码 面对事件的所有的大小挑战的时候 这一点一滴的经验 一点一滴的啊 怎么样的一个重点 就是明天我们能够平安 幸福 或者怎么样安然度过的一个基础 那人生嘛 活到老学到老 平常的渺渺间的学习 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靠山啊 可以让我们稍微好过一点 人家说这个 读书啊 往往是这个要用到的时候防很少 对 那经验也是一样 这火候也是一样 没那个火候 你要硬撑 那有些事情过不了 就是过不了 但是你愿意好好的增长自己的这种 好像就像我们练少林 这个高手啊 这个武术的高手 你不经一翻寒测谷 拿来梅花浮笔箱 但是你要如何 经一翻寒测谷 是每天苦兮兮的呢 让人家看起来可怜兮兮 就真的是 所谓的一翻寒测谷了呢 还是你是有智慧的 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吸收 一直在磨练自己 给自己任何大小的挑战 而你的火候就越来越提升 没有一套对的系统 有时候会误以为 我这样子苦了那么多年了 可能后面就好过了 但是有多少的人 他前面苦了几十年 后面还是悲苦的人生 也是一大堆啊 那这些就是他的立场 定位错了 后面也就是一错 千千万万的错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还是要我们想清楚弄明白 而且要遇到一个对的 怎么样的一个系统吧 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观 怎么样衔接到天地间的 这样子一个能量场 让我们不再畏惧 而且我们发现 我们自己是最富有的 再去看人生的各项挑战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 不是小菜一盘 就觉得根本 nothing 没有什么 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就过了 那就好了 如果可以每件事都这样子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当事人应该是很平顺 富足繁荣 各方面在他身上了 就这样 真的 所以呢 我想这个重要的还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学习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谈到 超级生命密码 我们节目这样持续的 每周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不知道大家对超级生命密码 有没有更多的了解了呢 在这我们先稍作休息 待会下段回来之后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讲的是正负能量 那这个所谓的正能量负能量 这个能量的问题 要怎么样来做提升 或是怎么样消除负能量 那么在这边我们先来听 手游太阳生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注入彩虹 再回到节目当中 到彩虹划入千年晚景中 奇妙感觉就让我渐渐挥动 这份爱的礼物 我好感动 千年岁月等待 这就是爱我懂 我懂我送 我愿意天地相拥 彩虹则 彩虹的凉漫 一中身收有 彩虹的凉漫 红尘黄绿 蓝天自月满城涌 彩虹仙 迹象中 诸如彩虹过万石头 到彩虹划入千年万金中 奇妙感觉就让我渐渐回动 这份爱的礼物我好感动 千年岁月等待终于解痛 这就是爱我懂我送 我愿与你天地相拥 彩虹的凉满意终是首有 红尘光绿蓝点字月满城搜 彩虹线迹象中 诸如彩虹过万石头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百问 欢迎回来 正生台北调平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 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辅导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人世间很多各式各样 不同的困扰 我们从节目开播到 现在其实谈了非常的多 说是一百问 其实已经超过了 所以但这个单元都还在持续 就知道说 大家在人世当中 到底有多少的烦恼跟困扰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来聊聊 这个好事变坏事 坏事变好事 其实我们通盘来讲 就叫做 它是一个正负能量的相抵 有时候我们明明 很想做一些好的事情 可是呢 就总觉得 好像就被拖住脚后脚了 我们明明呢 遇到了一些坏事情 为什么能够 把它变成一种 好事呢 其实它也跟我们的能量有关系 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就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正负能量 简单来讲 就是它是好的能量 跟不好的能量 好 那我们就先来请教导师 当我们遇到坏事的时候 是不是就代表说 我们的负能量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才会遇到不好的事呢 我经常在讲 就是在红尘中呢 如果我们所累积的正能量 大过于负能量 生活顺遂的程度 可能会提升 如果负能量 大过于全盘的正能量 可能就 看了 有的时候 比较 令人忧心 可能喝凉水的塞 都有可能 所以吉凶莫福里面呢 讲起来 好 这四个字 真的要归咎在 一个点上的时候 其实就是能量 大小 正负与否的 这些相关联的一个议题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 把负能量消除呢 因为有些人的 因为刚刚老师说到 有这个大小之分嘛 我们有时候可能讲说 我们自己的负能量 很高的时候 可能就是 会有这个经验 就是一整天 就遇到倒霉的事情 可是呢 有一些人的负能量 可能是整个家族的 说哇 这个家族 谁谁谁又过世了 谁又怎么样了 又吃货了 然后又生了 有生病的孩子 就是有时候真的会 就看到这样的家族哦 就是每一个 这个淑博什么的 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像这种负能量 一旦来的时候 我们有办法 把它消除吗 说我不要这个负能量了 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我们系统里面 有一些学员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有时候他跑来问我 问题啊 什么呢 比如说他发现 这个先生好像有 在外面有不轨的行为 或者是有外遇 怎么样 当时在问的时候 就是 气得没拿把刀去追杀 那我就会跟他讲 要先沉得住气 因为你这样子 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后面 把自己搞得更乱了 那又得到什么呢 所以我就勉励 当事人呢 先沉得住气 那有时候要沉得住气 他这么气 你要他沉得住气 又很难 所以我就跟他讲一些 生物气的方法 或者是一些转念的方法 把一些怎么样的情绪 先做一个某种的处理 或转移 然后再跟他讲 我们切入这个重点 为什么 你会发现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你疏忽了什么呢 是不是要加强 什么样的重点呢 然后这个学员可能就说 嗯 好像是哦 那就告诉他 他就说 你不可以 照着你这样的情绪 去对应在对方的身上 然后你要想要有一个结果 所以你要能够沉得住气 因为天地有爱 用天地的爱与祝福 然后加上现在说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用在你的实际生活上 去做实验 看会不会解决问题 哎 有的时候 就隔个一两天 就发现这些人 就在这个 妈呀 或怎么样 就感谢老师啊 还好当时有给我 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现在又挽回了一层 又什么的 结果好 结果就来了 那这里面呢 就提到 沉得住气 沉得住气这里面呢 也要看 因为有些人 他的人生观 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些事情 嗯 在平常 太平天国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些观念上的提升 等到事情来的时候 因为观念原先在那里 事情来的时候 你要改变很难 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随时 去学习啊 提升啊 然后变成自己的 就好事情都让自己能够 怎么样的一个 境界的不同 跟以前好像是进步了 那这个就是 应变在什么呢 务实之躯 嗯 否则一个东西 它一下过来 你有时候 会不会觉得 就是因为 你的心啊 或者是你的这种盼望啊 注意力 全部都变成负面的了 嗯 所以就是事情一来 可能那个晚上睡都睡 不能睡 很多方面都不能够运转了 代表什么 代表里面能量场乱了套 嗯 或者是能量场 瞬间就流失掉了 嗯 所以很多事情 都已经提不起劲了 嗯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能够把关把得住 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对 那跟心有关系 跟我们很多 好 经验啊 学士啊 或者是很多 这个社会大学里面 要学的东西 嗯 息息相夸 嗯 那这些东西 如果平常没有 给自己活后的话 那你真的 遇到了什么样的 一个考题来 那可能就 不是那么回事咯 嗯 嗯 那平时如果又跟天地 啊 有互动 嗯 那感受到天地的爱 天地的 这个给我们的祝福 啊 这源源不绝的这种福分 诶 你发现自己不孤单 啊 自己不是单枪匹马 自己也绝对不会吃亏 因为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嗯 诶 这些都让我们 啊 在心 内外啊 嗯 身心里面都觉得 非常认同的时候 嗯 啊 再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嗯 反应也不一样 嗯 你这个时候才有资格讲 沉得住气 嗯 啊 否则你说这个有的时候 来的一些屋里头的东西 哇 你这很难接受的 那还要 赶快处理 或者是 在这个集中 嗯 啊 不能够有偏差的 啊 能够找出一条路 走出来 然后没有损失了 嗯 那这真的是跟每个人的火候 真的是息息相关 嗯 真的 所以老师给大家一个提醒哦 就是平常就要练 对不对 你不能平常都不蹲马步 然后就突然就说 你出去跟黄飞鸿打架 那他一定会输的 哦 所以就是平常就要开始来做练习 所以我们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呢 呃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很多的心法 很多的步骤 一二三可以做 那呃 我们在节目前面呢 也会有访问很多学员 好多学员都是说 因为先看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按照里面的方法 试试看 做做看 诶 真的 对他们的生命有大幅的提升 于是他们就开始更认真的 在这个系统当中 很认真的来做学习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经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来做实验 来试试看哦 因为是步骤一二三 所以是可以很简单的按照来做 如果做了有改变 哇 那就真的是赚到了 那如果做到 假设他没有改变 那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好 所以我们说平常就要来练习 所以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当中 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方式来让我们可以扎稳这个码布呢 所以没有接触不知道 接触可能先从一本书开始接触 那真的接触到这个整个系统里面才发现 哇 哦 世外桃源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方法 好多好多的法宝 就可以让我们在红尘中赐两拨千金的 立于可能性的不败之地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就是每个人都要能够感受一下 才知道究竟可以帮我们什么 那如果真是如此 那如果每个人都好了 那这个家庭也幸福了 圆满了 那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 对不对 然后国家才会服强 整个世界才会有希望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 一个人好 两个人好 大家都好 那这个现在也是地球春的概念嘛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 整个地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应点 给自己一个交代 那我想这都是我们全人类的一个福气 所以在超越生活系统里面呢 已经有无数的人 因为他当时的情况 而在这个系统里面挖宝 然后解决他当时的问题 并且让他的人生 更加的丰富精彩顺遂圆满 那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是不是真的这里面发宝很多 就有待遇我们听众朋友们 可以窝孔 并来视察一下这样子 但是我想 导师应该遇过很多那种 就是可能平常 没有什么在学的 没有在扎马步的 可是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就 导师导师怎么办 救救我 是不是很多这种的 像这样子 对 像这样子的朋友 就是说当我们平常没有在练习啊 当事情一来 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来提升我们的能量 是不是相对要花更多的力气呢 这有时候就渐渐渐止 你比如说有些新的朋友 新的学员 加了过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 他可能听过别人在唱感恩视剧记啊 就视剧 怎么样的唱着唱着就改变了事实啊 他可能就有这样的姻缘 在这个生活里面遇到突发的状况 想起来要唱一唱这个 就怎么样唱一唱问题解决了 非常地惊讶 但事实就是如此的演变 那也是他的福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这是不是平常 投入 又跟他个人认不认同 或者有没有做过实验 实验对于他产生了多大的这种 心中的一种笃定 都有关系 那我想 既然是好东西嘛 就不怕大家来了解 来深入的探讨 那如果真的是有那么一丁点帮助的话 那我想 有一点就会有很多点 那么人生里面呢 又何尝不是 在有限的时间岁月中 增长我们各种可能的这种 能耐吧 然后面对着人生的各种大小考题 而且都是欢喜以对 那个幸福圆满的收场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人生就真的 比较不担忧了 嗯 真的 但是如果像有些新朋友啊 可能会说 可是 因为在有一些的 这个 你说宗教也好 或是什么样的方法也好 他可能会要求你要 全心全意的相信 说这样子 会 才会有所好转 他说可是我 可能带着一点点的怀疑 我可能没有办法 这样子百分之百的相信 那这样我 还能够在超级生命密码当中 我都要跟他共振 他都因为 在提防阶段 却把其他台湾都关了 所以收不到这个福分 是有这样的人 还是说 我发现了 有一些朋友呢 他可能在别的中就要打滚打很久了 然后呢 大概也没得到个所以然 对 他遇到超级生命密码呢 那他有其他以前被训练的情怀 所以他又一下子很容易接受或投入 那一下子就看到结果 那一有一次结果以后 他就快骨迷心 那就更要好好的来学习呀 那这么样的一下决心以后 就真的好事又连连了 那一大堆的丰盛的果实 又在他生活里面发生了 那他就更加的笃定 就变成一个散性循环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跟我们的同学员说 你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就给你自己一个实验的机会 当然在实验的时候 不是说怀疑的心态去 来做什么样式 是把你那个怀疑的心先放在外面 一颗事成的心呢 来做我们的一个系统里面的 运作的诸多的点线面 来看看是不是讲的是真的 还是就是呼隆世人的 如果真的是那么回事的时候 那是不是要该想一下 哇就这么样子我改变了 就这么样子我有一个大礼物的收获 就这么样子的 我几十年没有得到的愿望 在这里实现 如果真的是真的是 那我想这个就是实验的结果来说话 而不是今天我要说服哪一个人 就是三寸不乱之舌说 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相信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而是要让大家有精彩来做实验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 真金不怕火炼 就是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是这样 真的 所以你看我觉得听老师这样说 真的很感动 我们不是要凭着三寸不乱之舌 去说服谁相信 对不对 相不相信都是要自己来经历过 你才有办法知道 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 就像我们在吃减肥药 也不可能说 我们在吃减肥药的时候 别人说我们就相信 一定会有成效 不一定 你可能要吃了 你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收下来 这个成果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 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要靠大家自己来试试看 你才会知道 那我觉得刚刚导师 也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说 你这个所谓的试试看呢 不是说我带着这个怀疑 带着这个要踢管的 这个心情来的 你可能要先把这个心门打开 然后呢 带着一个赤诚的心 先试试看 接着你就会看见 结果有没有如你的预期 好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 这个分享当中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来找 那我们在全台湾各地 在全世界各地 也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在网路上面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聚会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网路上搜寻 超级生命密码 你就会看到官方网站以及粉丝专页 另外在手机的APP上面 你也可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 就能看到这个APP 在这个APP当中 就会有很多免费的资源 比方说像是我们在节目上面播放的歌曲 也都在上面可以找得到 当然如果你想要来参加 在全世界各地有举办的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 因为按照不同的时间跟地点都会有所不同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透过官方网站 以及手机的APP 都会有客服 你可以直接来向客服做询问 当然如果是在台湾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透过台北电话来做询问 台北电话02-5599-5439 台北电话02-5599-5439 那么在今天的富足人生100问的待遇当中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顺德导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也来送上这首由汤顺德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 请心致爱 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再会 我是笑语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因为爱是我充满期待 春去秋来永远不会更改 因为有爱岁月不再空白 风雨来也要添加雪里色彩 因为爱生命年已精彩 纵然孤寂也有天可依赖 因为真爱天地早有安排 喜从天将纵凛人意料之外 迷失的灵魂因天地拥有何彩 了无人生最美一幅就是爱 分手爱珍惜爱 一笑松绑千年恩怨斩 付出爱拥有爱 共产福君受远无碍 有真心有只爱 受伤灵魂从此释怀自在 有真情有真爱 爱感恩街头天地 无尽的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感受爱珍惜爱 一笑松绑千年恩怨斩 感受爱珍惜爱 有真心有只爱 共产福君受远无碍 有真心有只爱 受伤心有只爱 受伤灵魂从此释怀自在 有真情有真爱 感恩街头天地 无尽的爱 有真心有只爱 一笑松绑千年恩怨斩 不出爱拥有爱 共产福君受远无碍 有真心有真心有只爱 受伤灵魂从此释怀自在 有真心有只爱 感恩街头天地 无尽的爱 让你我以为天之爱 一强声幸福的未来 好与天心的爱 必会有交代 一切都是天地 清醒之爱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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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